来到知命之年 是该好好享受接下来的日子 但是若没有好的身体 该如何去好好看看这个时间呢 最怕的就是当你有了时间 却没有健康身体去走去动 接下来的旅程 我将带领各位探索自己的身体状态 了解保护力的重要性 为期待已久的旅行做好准备 哈喽50家的朋友大家好 我是喜欢旅行写作 励志把生活过程喜欢样子的旅行作家雪儿 哈喽我是营养顾问郑秀颖 想要一场好的旅行 想要好的生活品质 别只储备金钱跟假期 也需准备好体力与保护力 接下来透过几堂课和大家分享 保护力与旅行力的重要性 让我们一起看下去 上了年纪后 最怕就是你终于有了大把的时间 与足够的财力 但是却没有体力去做想做的事情 去自己想去的地方 那么本堂课 我将和大家分享一些基本的知识 看好几个不同的面向 让大家更能了解自己的身体状态 在外出旅行之前 应该先了解自己的身体状况 做好自我健康观察 首先我们可以利用一些模拟状况 来让大家评估自己的身体 心理状态 如果这些状况都有的话 那也没关系 记得只要针对这些状况去做调整就好 首先第一项自我观察 要来判断我们身体状态 研究指出 40岁开始 肌肉平均每10年流失可能高达8% 过了70岁后 则以平均可能高达15%的速度 加速流失 根据一项统计结果 台湾50岁以上民众 46%有肌肉流失的可能 若想要晚年有乐活自在的生活 打造健康的肌肉存折就需趁早 肌肉流失问题多 我们的行动力 体力 皆会受到影响 当身体发出提醒讯息 不加以理会时 自然也就会影响到心情 精神等 所以 千万别轻忽 肌肉流失 如何判断 自己有没有肌肉流失的可能 大家可以透过一些小测试来判断 比如说 是否能够轻易的举起5公斤的重物 在房内能够行动流畅不卡关 从床上或是从椅子上 能够轻而易举的坐起来 爬石阶楼梯 小视一见 或过去一年 有没有跌倒的经验呢 如果都能够轻松的提起重物 步伐稳健 动作流畅 那恭喜大家 身体依然健壤 如果相反 那就需要注意 是否有肌肉流失的可能咯 这时候就吃对食物 补充足够的蛋白质 加上规律运动就很重要 可以尝试重复做这些动作 像是在家中 来回走动 爬楼梯锻炼 提装满水的宝特瓶 做主力训练等等 这些都是很好的日常练习方式哦 再来第二项自我观察 要跟大家讨论的是心理状态 通常到了中年 除了正面临生理机能的转变 同时夹在年迈的父母 孩子与工作之间 或是面对社会的过度期待等等 因此容易紧张 无法从日常生活中获得满足感 与成就感的情形 我们可以把这类状态 视为中年混扰的一环 如何察觉自我的情绪变化呢 我们同样可以透过几个 自我观察的小测试来判断 比如说 你迟常连事数天 心情低落吗 容易莫名的流泪吗 或是常会因为 无关紧要的小事 却让你气得咬牙切齿 偶尔会出现需要人家帮助 却没有人出现的无助感 半夜睡睡醒醒 如果符合以上的描述 这时就需要适当的调整心态 用和年轻时不同的观点 来面对人生 成长如何在后半的人生 发挥最大的价值 在了解自己的身体 与心理状态后 我们到底该如何维持健康呢 首先可以从健康饮食习惯来做调整 并搭配简单的运动 许多人发现 到了四五十岁开始 只要吃一点点 就会担心 磅秤数字的起步变化 但营养摄取不足 就会影响身体肌肉 体力也会跟着下滑 所以步入中年后 想要体力好 关键之一就是拥有好肌肉 除了靠运动锻炼外 但没有吃对食物 身体就没有足够的蛋白质制造肌肉 对帮助肌肉的生长也有限 如果想要帮助肌肉的生长 饮食均衡 充足营养也非常的重要 尤其是蛋白质 这边提供大家一些 增加肌肉 补体力的小陪伴 第一 运动后 建议除了要补充蛋白质外 碳水化合物也很重要 蛋白质可以帮助肌肉生长 提供必需氨基酸 有助于组织修复 碳水化合物就如同蛋白质的小帮手 增肌肉才能够事半功倍 选择无补杂粮面包 馒头 香蕉 燕麦 全麦吐司 玉米等 再搭配蛋白质像是牛奶 豆浆 优格 茶叶蛋 筋收肉等等 都是很好的选择 另外现在也有一些 方便饮用的营养品 像是亚培安素 补充好吸收蛋白质 及多元营养素 帮助增强体力 启动关键保护 第二 市面营养品很多 为什么要选择安素呢 亚培安素提供三大营养素 和28种维生素矿物质 为均衡营养配方 其中好吸收高利用率的优质蛋白质 能帮助肌肉生长 提升体力 另外亚培安素的减甜系列 是专门为台湾人的口味设计 因此长期喝也不会腻 帮助养成喝安素的好习惯 身体健康了 保护力自然也会提升哦 到了中壮年时 我们需要的是调整心态 做到心里的断舍离 而统整就是最重要的功课 统整说白了就是扶老 我认为过了50岁 最重要的任务就是养育传承 提息后进 而在发挥自己 贡献社会的同时 也开始为下一个阶段的统整做预备 我们可以回顾自己的过去的成功 同时慢慢试着转换不同的心态 面对未来的挑战 好好整理过去 才能往下一个阶段迈进 也能看到一路走来的喜怒哀乐 如何成就现在的丰富 想要在50岁后的人生下半场继续活跃 不自我设限 充满无限可能 就一定要保持身体健康 补充均衡营养 做好自我的保护力维护 最后可以试试 套用本堂课提高的肌肉挑战测试 练习自我情绪察觉 如果发现自己的肌肉量不足 记得要多运动提升代谢 并补充蛋白质 身体健康了 心情也就自然放松了 接着就有更多的体力 可以出门旅行 看见美丽更宽阔的世界 心情也会越来越好 出发旅行前 做足一切准备 才能在旅行中 享受更多大自然的美景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明镜与点点栏目